大家好 我是YG500周夜预测 今天是4月17号周六 今天晚上有足球比赛 今天为大家介绍几场球 第一场是德甲的门星对法兰克福 14号摇得挂 迅为风 成月任成热战 他的赔率是2块5 3块6毛3 2块6 迅为风 六摇动 晚上9点半的比赛 也就是说再过两个多小时就比赛了 参照这个赔率和挂项 我以为 这场球 打主负 防平局 下午的赔率变了 主圣变为2块5毛5了 平局是3块6毛4 主负是2块5毛6 所以参照赔率和挂项 首选就是主负 防平 如果钱少的话就打主负 钱多的话 是主负防平 这是门心 这是门心 第二场球 是柏林联合队 对斯图加特队 也是14号站的挂 得天锋够 他是4摇5摇动 也是晚上9点半的比赛 他的赔率 他的赔率是主 主圣2块4 2毛3 平局 3块3毛9 主负是3块1毛6 赔率和挂项综合分析 主圣4毛6 主圣4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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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平4毛4 5毛4 这是2场得甲的 第一场是2hana8 是祖父 首选是祖父 第二场首选是祖圣 平不是房的 下面 下面再讲一场球 那是一甲的桑普托利亚队 队维罗纳队 十五号摇的挂 得天雷无望 初摇动 它是今天晚上九点钟的比赛 还有两个小时比赛 参照这个挂项和赔率 祖圣是两块四毛 两块五毛四 平局是三块两毛六 祖父是两块七毛七 现在变为 祖圣两块六毛三 平局三块两毛四 祖父是两块七毛二 就这个挂项来看 我以为 选 祖圣 加平局 祖圣 加平 这样就比较保险一些 虽然它的赔率 祖圣 上升了 但是我还是选祖圣 参照这个挂项 我还是选祖圣 这是今天晚上的三场球 就讲解到这里 我还是选祖圣 对 我还是选祖圣 对